很高興同學們能夠入圍這次的專題競賽 同學們在拍攝前其實也做了很多功課 也非常努力 特別是在敬畏的安排上 他們跟以往的學生劇組有很大的不同 最後還是謝謝評審老師給予他們的肯定 三年級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升學壓力 還有他們對未來的迷惘 同時間又要在老師的指導還有高壓的管控之下 努力的如期拍攝這一個專題製作 他們現在有參加比賽也有入圍 身為指導老師實在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他們在整個完成的過程中 其實同學之間雖然已經三年級做了很多次的作業 還是有吵架還有他們製作上的一些困難 而且他們也想要做一些攝影上面的突破 那我覺得他們這一次這一個影片做起來是蠻有質感的 那希望呢各個評審老師呢可以給予這些學生一些肯定 還有給予他們一些鼓勵 好謝謝 這一次的影片是我們三年級的最後一部作品 然後我們大家都很開心可以入圍 也希望說今天有這次的入圍 然後讓大家得到一個經驗 在我們拍攝的期間剛好遇上連續的旅程 然後還有三年級的畢業旅行 所以我們拍攝的時間非常的緊湊 然後我們也常因為畫面的要求 然後還有時間緊湊的吵架 但是吵架也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得到了認可 這部影片的創作動機是三年級的一個課程作業 然後要我們自己找題材拍攝 那題材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提起的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部影片然後傳達愛一個人 是單純想要為對方付出 想要為對方著想的 即使對方沒有跟自己在一起 也會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這部片是我第一次接觸剪接剪的 也是我第一次做劇情片 對 對 我覺得這個 這部片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經過很多困難 然後這 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缺席 所以 我覺得過程中很開心 對 這次的拍攝我們投入了很多心血在裡面 然後這次拍攝我也從我們老師那邊得到很多 就是新的拍攝的技巧 所以趁機學習了很多 所以 大家 團隊合作時間也非常的有默契 組員之間也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希望這次可以得到英勇的獎項 謝謝